全國政協會議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政協發言人趙啟正舉行新聞發布會 有內地記者問到 今次兩會會不會討論關於中港矛盾的問題 包括內地人府到香港產子 被視為佔據香港的醫療資源 內地遊客到香港救物 又被認為提高了香港的物價水平 政協發言人趙啟正就說 政協委員早已討論雙非人婦問題 只要多包容 多交流 事件總會解決 是融洽的 友善的 彼此也都有很多朋友 至於某些問題 或者是臨時的問題 引起的摩擦 只要大家 多交流意見 多包容 多協商 總會解決的 有記者也提到 香港人和內地人最近出現一些矛盾 甚至掀起口水戰 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就說 一則廣告不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想法 而一個人的說話 也都不代表內地人的意見 口水戰有害無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在北京報導